二十九歲的裁縫雅根從俄羅斯返回家鄉吉爾吉斯工作 他稍早被俄羅斯驅逐出境 官方理由是他的移工文件有問題 但事實上是因為他拒絕被發配前線支援俄軍 中亞國家經濟高度仰賴俄羅斯 今年上半年就大約有一百三十萬移工 到俄羅斯找工作 賺取更高的薪資 吉爾吉斯首都每天都有高速列車 開往俄羅斯的每一個大城市 移工們無需簽證就能入境 許多人待久了早已經能說俄文 但在戰爭陰影下 為了保命還是先返鄉 離開的人證實 俄方軟硬兼施 用了各種高壓手法 查證件 查違規 罗知罪名 威脅要把他們送進監獄 逼他們到烏克蘭前線 或者前往俄羅斯的占領區工作 此外還會祭出高額報酬 甚至給俄羅斯公民身份 吸引移工自願參軍 但相關權益沒有保障 移工仍是任憑宰割最弱勢的一群 在俄羅斯戰爭陷入膠著 長期消耗的時刻 兵源珍貴 外籍移工年輕力壯自然是首選 但新兵匆匆被推上戰場 命運難料 俄軍十月中起對烏東城鎮 阿夫迪夫卡發動猛攻 整座城市激進全毀 三萬多居民大撤離 現在剩下一千多人死守家園 在當地被抓的俄羅斯新兵說 自己根本沒受到什麼像樣的訓練 出師未竭已經成為俄羅 戰爭進入第二個冬天 嚴峻的冬季暴風雪在兩國都造成大範圍停電 與財務損失 對軍事行動構成重大考驗 俄羅斯總統普廷這個禮拜簽署2024年的聯邦預算書 軍事國防費用大幅增加了七成 光是軍費就佔財政總支出的三成左右 準備戰線無限延長 公事新聞是惠仲兵